货车开在内线车道却失控冲撞护栏 瞬间车子冒烟加上阳起的灰尘烟雾弥漫 紧接着打滑到外侧车道翻覆 连续翻滚了八圈滚到内线车道上 然后我们处与同仁到达现场 发现它制造内车护栏 然后现场上落两部大型重机 以及一部普通重型机车 当时货车撞上护栏 往右跨越到外侧车道 翻了一圈又一圈 剧烈的撞击 货车驾驶座几乎被压扁 本来以为驾驶凶多吉少 没想到驾驶这时竟然还能打开车门 慢慢走到路旁求救 驾驶人头部受伤 然后目前的话 他那时候还无法立即接受我们笔路的询问 然后我们会等他三四复远之后再进行询问 速度研判的话可能是因为操作不当 或失控的话撞击到内车的护栏或偏离车道 货车翻车时 车上载运的三部重机全部甩出车外 连同零件散落一地 事故的地点在中山高北上苗栗路段 货车疑似偏移车道擦撞另侧护栏 然后失控打滑到外侧车道 虽然驾驶命大躲过一劫 但是车上的三部重机 其中两部 每一部都价值50万元以上 连同维修费用 驾驶恐怕得赔偿上百万元 记得彭盛民标力报道